欢迎回到地球那一端 因为疫情大家喜欢往户外跑 香港唯一的海岸保护区贺嘴 最近也成了打卡热点 很多人除了来拍一线天海景 还会特地来听海的声音 有一个雷音洞大浪冲天之下 海浪声如雷冠耳相当特别 另外还有一个鲸鱼骨架 多年来都被以为是刘德华电影里的 沙元金海威 但其实这只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怎么回事 接下来透过我们香港特派记者 李景华的镜头一块去走走 香港人在疫情下 每逢假日会选择爬山等户外活动 这一天我们来到港岛兰的喝醉 灯塔其实海洞 这里是有香港天涯海角称号 港岛南面宁静十澳的喝醉半岛 1996年开始 这片海域面积约20公顷 28个足球长大的地方 成为香港唯一一个海岸保护区 来喝醉海岸保护区最重要的是 不能做水上活动 而且积极垃圾要积极带走 所谓海岸保护区有别于海岸公园 原意是不鼓励自行前往参观 所以区内尽量保持原来生态 没有公共卫生设施等 不过却因为它的原始生态 让这里根据吸引力 保护区石探岸上 有香港大学的海洋科学研究所 这里有一具大型的鲸鱼骨架 这个是鲸鱼 是歪歪的骨 你告诉我自己是歪歪的 Google啊 Google有谁 Google Google错 这鲸鱼的骨架是最热门的打卡点 但多少年来都有一个美丽的误会 其实这并不是海洋公园的杀人精海威 谁只就是我 是我和你 为共同这份送信唱起一句 曾经跟刘德华拍摄电影 战神传说的海威 是香港海洋公园最出名的动物明星 杀人精18年的水上表演 观众超过5600万人次 陪伴着一代香港人的成长 1997年传染病死亡后 一直被误传骨架存放在鹤嘴 其实这只是1955年 在维港搁浅的长须金标本 鹤嘴的风浪相当大 所以岸边出现不少海石洞 雷鹰洞是其中一个 可以进去看及听的景点 这里叫做雷鹰洞 除了有一线天可以看到海景之外 这里的声音也会产生很大的共鸣 不少人会在这里 听澎湃海浪涌入洞口 发出如雷贯耳的巨响 也有人等待大浪冲天一颗派照 没有真的那么雷 都很温柔了 那感觉都是 还没有听到这个雷声 可以不错 非常之美 有特色 不用去外国都有这样的景色一流 如果人多都戴口罩 人少的话就 如果是剧烈运动就可以不戴 都会觉得好一点 交外的空气都好一点 如果室内就 现在都有限聚令 那就不可以这么多人 被海水侵蚀形成的山洞 名为蟹洞是贺坠这边 最多人收洗以及打卡的地方 因海事而形成的拱形景观 又称为上帝之眼及彩虹之门 一番在假日到这两个景点 都需要排队轮候 也难以派到古人的场面 也有不少人会爬上蟹洞山顶 从高角度观想180度海景 除了自然景观保护区内 也有一些特别建筑 这是香港的第一座灯塔 已经有145年历史 也是香港的法定古迹 全香港共有6座灯塔 希腊风格的鹤嘴灯塔 高9.7米 建于1875年 是香港最古老的灯塔 至今还在运作 而在贺坠保护区 也会发现有不少建筑及蓝杂禁区 包括有支援网络通讯的海底电纳 以及无线电、卫星传输等 这里是香港相对原始的角落 却也是香港连通世界的地方